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引人瞩目不仅因其宋徽宗的名画为蓝本 将姑秀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了清末名初 一位普普通通的秀娘 蓝心悲心交集的传奇人生 真主子 但愿这封锦帕能为你骑来齐天红服 淳源 这幅锦帕秀的真美 但愿借你的吉言心想事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好地下 皇上地下 皇帝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可要选好了 是皇阿玛 皇帝选中的皇后 赐欲如意一饼 皇帝选中的皇后赐欲如意一饼 宝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纯元不愧是秀圣 你看看 连块锦帕他都秀得这么精致 还是老佛爷您佛心慧眼 您不但赏识顾纯元的秀意 还下意指让他当了玉秀方的催领 江南的姑秀好啊 老佛爷 三年一度的秀娘预选该开始了吧 要不要让奴才再到江南为您选一些秀娘来呀 伺候太后更衣 是 好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 这次秀的真法呢 大概有二十几种 可是我们估计啊 在这二十几种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几种 你看那个呢叫套武针 它的特点呢主要是用于针匠用力相见 咱们这鸟术是可以教你秀呢还是教你针法呀 你怎么心不在焉 你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乌秀真传呢 你给我好好顺功 走 坐吧 好让我看看 这种针法会施针 如果秀鸟的羽毛的时候呢 这种针法先在铺锈的底子上 然后呢再夹绣鸟的羽毛的针路 这样呢层层实锈 就能表现出羽毛的质感 你给我好好看看 这种针法叫滚针 滚针呢也叫取针 扣针咬针 哎呀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我觉得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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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种针法 我们来说 非常多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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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明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爷爷最恨那些奸雕耍华的人 孤家的规矩 不论男女老少 一是秀 二是秀 三还是秀 你听见了没有啊 听到了 还站着干什么 去修房 爹 今天就算了 他娘该吃药了 去吧 给你娘送药去 是 爹 您看清楚那个人没有 没有啊 只看见一双眼睛和一根大辫子 娘 该吃药了 传明啊 血糖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了 爹都不让我回阳修堂念书 他说我把辫子都给剪了 不像孤家的人了 你知道吗 你爷爷让你从阳学堂回来 就是想让你继承孤家的秀业 娘 要不然你跟爹说说吧 还是让我回阳学堂念书吧 我一个大男人将来总要做大事的 整天围着什么秀啊 丝啊的 会有什么出血 哎呀 我怎么能说动你爹呢 吃药吧 我怎么能说 笑什么呢 娘 我觉得发针的针法和磨豆腐很像 都是从里往外这样一针一针 发出去是吧 这个绣啊 弄得你都走火入魔了 娘 如果我当绣女您同意吗 别说你啊进不了这个绣坊 就是能进了 娘也不让你去 娘 你想啊 如果我当了绣女 哥哥就可以安心上学了 您就不用那么辛苦磨豆腐了 娘做豆腐做惯了 不辛苦 娘可舍不得你去啊 别看这绣皮很漂亮 可是这针针线线呢 绣的都是精气神 那些绣娘姥姥 谁不是弯腰驼背的 眼睛坏的 娘不能让你去 娘 我喜欢绣 喜欢也不行 娘 都听了啊 入业之后也严加看管 是 干嘛要这么多人守在这 还不是为了那幅图 爹 爷爷 是什么宝贝要这么保护起来啊 你知道 这是一幅什么图吗 我知道 宋贝宗的锐鹤图 你曾祖父啊 最喜欢宋贝宗的画 宋贝宗的花竹鸟兽的公笔画呀 你曾祖父啊 都曾临摹绣过 上贡朝廷 为此还得到了 先帝御赐的金点 琴绣江南 你曾祖父 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绣一幅锐鹤图 因为锐鹤图 它可以施展 姑秀独特的真法技法 爷爷 真有这种秀痴啊 这话你倒说对了 你曾祖父是秀痴 你爷爷是吃秀 你爹是不吃不绣 你呀 我是不绣也不吃 放肆 爷爷画了毕生的积蓄 才得到这幅图 要绣出锐鹤图 意在将姑家的绣法 带在传承下去 哎呀绕了绕 有人折知了我们有这幅图 要想看一眼 爷爷都不准 为此还找人记恨呢 我知道是樊家嘛 对 那个樊义太 从来没断过看话的念头 哎 绿珠 绿珠 你找我啊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你看 肺炎都过树梢多远了 你才来 哪有月亮啊 没有月亮嘛 我有点事儿来晚了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你说究竟有什么事儿让我等你那么久 对不起对不起 让你休等我 我向你赔罪 传明我告诉你 你是我的 什么什么 我是你什么 你是我的随从 要听我的调遣 今天嘛 我是给你送礼物来了 这是我绣的 用了我一个月时间 手都扎破了好几次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不过 这个花色 大男人家的太花了吧 怎么会 带起来 这不行 不行 一定要带起来 好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来 くださ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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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救命啊 抓紧啊 救命啊 抓紧啊 救命啊 放开我 抓紧啊 救命啊 大少爷 你是谁 哪人 我叫神兰兴 是夏河村的 夏河村 你家在夏河村 干什么的 我爹没了 我娘 做豆腐卖豆腐 你说 你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 夏河村 家家做豆腐卖豆腐 你三番五次 想干什么 我是 我是想偷 偷东西 是 偷锐鹤图 不是 我是想偷 孤老太爷的 秀气 很好笑吗 你刚刚都把我的手扭疼了 对不起啊 大辫子 不 对不起 沈兰兴 我吓着你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私闯名宅 就要受罚 你想公了还是私了 顾老太爷 我想私了 私了吧 那就要罚你了 爷爷 不要罚他了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爹 既然 有人替你求情 我也不为难你 来人呢 把他送回去 不 顾老太爷 还是罚我吧 我愿意受罚 求求您 还是罚我吧 真奇怪 听说过 要奖赏的 还从没听说过 求惩罚的呀 我是真心诚意的 想受罚的 不过 顾老太爷 这个惩罚的条件 可以让我提吗 你要什么惩罚 罚我在国家做绣工吧 老爷 喝神汤 去去去去 去把绿珠给我找回来 哎哎哎哎 小马 我爹呢 在里边生气了 你快进去看看吧 哦 嗯 爹 我回来了 说 这么久了 上哪儿去了 我到各个绣坊看看 去取经哦 还在骗我 我已经派人到各个绣坊 去找你了 根本就没有你的人影 说 是不是看顾家大少爷去了 对 这 顾传明这小子 是不是缠上你看上你了 他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我找他算账去 爹 你站住 是我看上他缠上他约他见面的 哎呦 喂我的傻闺女 你是不是真的在犯傻呀 绿珠啊 你是有才有貌 你还是千金小姐 你配个三四瓶的官老爷爷都绰绰有余 你怎么就开着孤家的臭小子了呢 他除了长得细皮嫩肉的 他有什么好啊 我就喜欢他就喜欢上他了 胡道 贵女啊 你一日撑下来爹就给你算过命 你就有做贵妃娘娘的命 你知道吗 贵妃 我在这小镇上 怎么进宫做贵妃呀 做绣女进宫啊 贵女啊 过两天朝廷又要选绣女了 爹为你准备了这幅画 让你好好的绣 如果你的绣品被皇宫选上 你就可以进皇宫做绣女了 做了绣女就可以当贵妃娘娘了 做贵妃有什么好 哎 做贵妃好啊 做贵妃要什么有什么 哎 这好这好 做了贵妃之后 我就要传名 哎 沈兰心 你进孤家绣坊 必须遵守三条规矩 是 一 孤家的绣迹 具有其独特性 私密性 不得外传 是 二 进了孤家绣坊 绣品不得外留 是 三 要进孤家绣坊 先从磨针开始 磨针 哦 实在对不起啊兰心 因为我误抓了你 害得你在我们家受罚做绣工 哎 你说情愿受罚 是不是怕我们家罚你钱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跟爷爷和爹说一声 不准他们罚你钱 让他们放你走 哎 干嘛放我走啊 别放我走 我好不容易留下的 其实 大少爷 我早就想到孤家绣坊来了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多看你昨天抓了我 我才有机会留在孤家绣坊当绣工的 原来你是想法子要进我们家当绣工啊 你可真够聪明啊 不过你不用谢谢我 我应该谢谢你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笑过 今天我居然见到他小了 这是你的功劳 真的 嗯 那你怎么谢我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哎 带我参观一下 你们家绣坊吧 这 来 在哪儿啊 在这儿呢 进来 进来 这么大啊 嗯 你看 内天轩 内天轩 前面是我娘的房间 哦 哎 你娘长什么样呢 我娘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身体不太好 哎 我带你见见她 不用了 不好抱 没事 只要你不大声说话就行 actress ing 老婆 choice 身首 癌 精力 小萊 心 你 你看 行 行 你娘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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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蓝星的针磨好了 知道了 一套针磨好了 您看看磨得怎么样 不用看 我就知道磨得怎么样 您不看怎么知道啊 仓房里的针都是我磨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爷爷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早就有人告诉我了 该死的绿珠 站住 叫你爹过来一次 大少爷 没骗过你爷爷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磨一套针需要多少时针 你的手真的给磨破了 没事 不不不 你看 真的没事 好多血啊 没事的 大少爷 不行不行 你不能再磨了 没有 再磨就出好多血了 没事 大少爷 没事大少爷 你干什么 odge 你干什么 我 Denise 绿珠姐姐 你为什么要推我 哪里 你没站稳吧 绿珠 你太过分了 我喜欢 没事 你没摔着呢 没事 爹 您叫我 松普啊 听 绣坊之间传说 朝廷马上又要开始选绣了 以孤家在和塘镇的地位和身份 孤家应该有女进宫 但孤家没有女孩子了 我想让韩湘他们一家回来 让外孙女萧萧 秀一幅秀画 如此也算孤家有女进宫了 好的爹 我马上写信 让妹妹一家人都回来 顾老太爷 我的针已经磨好了 您看一下 这些天让你磨针 看得出来 你是个静得下来的姑娘 你现在可以去绣坊了 真的老太爷 谢谢 这么爱绣的姑娘 应该收在孤家才对 老太爷 我现在能去了吗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先把绣针洗干净 包好了 送进仓房了 你就可以去绣坊了 我知道了 谢谢老太爷 谢谢老太爷 快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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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太太 我生了个儿子 不是生女儿 我生的是你儿子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 你是孤家的大孤臣 兰兴 太太 我来了 太太 喝点水吧 谢谢啊 您好些了吗 太太 我好多了 这是老毛病了 不要紧的 太太 您身体太弱了 都是生孩子 老小的病根 你娘身体好吗 我娘啊 我娘身体可好了 我娘说 她生我的那一天 她在外面卖豆腐呢 结果肚子一头 一个时针不到 就把我生下来了 你 你娘她卖豆腐啊 那应该是夏河村的吧 对啊 我们夏河村家家做豆腐卖豆腐 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是顶去年生的 那个名字里 带一个蓝字 是 因为我是蓝月生的 我娘说 生我的那一年 我们家蓝花开得特别旺 所以我娘就给我起名叫蓝星 蓝月 对 我是七月二十八生的 七月二十八 太太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日子 挺好的 娘 娘 大少爷 娘 你怎么了 传明啊 娘刚才晕倒 是蓝星姑娘扶娘进屋的 谢谢你啊蓝星 干嘛那么客气啊 太太 如果您没事的话 我先回绣装干活了 传明啊 娘现在没事了 你陪蓝星姑娘到绣房去好吗 娘您真的没事了 没事了 那你好好休息啊 太太 我下去了 哎 我爷爷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 哦 好 谢谢大少爷 嗯 去吧 老太爷 嗯 您好 嗯 我的绣座在哪儿 嗯 在这儿 哎 谢谢 哎 嗯 哎 哎 嘿嘿 嗯 链鱼 遠 链鱼 蓝鱼 真好 不好 为什么 这个孤 就像伊丽莎 沉入寒地 你就那么在乎她 她是我朋友 你应该知道古秀芳的规矩 凡是在古秀芳做事情的秀工 是不能私自出卖秀品的 你 懒心 不管